嗨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西山平壤酒店 小楊 你進來了 然後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 在飛機上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 在飛機上拿到的 葡萄汽水 葡萄汽水 欸 這樣 沒有 沒有對焦 不用對 我沒有讓他對焦 我現在讓他手動了 等一下影片就不會對焦了 沒關係 必須要對焦 就這樣就好了 這個是在那個 今天是我們第一天 然後搭高麗航空的時候特別跟他要了 他開法很特別 開法是這樣 不是像我們一般的開關 不是平常這樣一開關 是直接拉起來 有拉鈕 這是以前那個可以再來一關那種 然後這個是 他的顏色 其實有點噁心啊 就葡萄汁啊 他顏色是完全粉紅色的 北韓產的喔 那其實就是葡萄汽水啊 對啊 算不錯啊 算好喝的葡萄汽水 然後我們可以來講一下我們今天 我覺得沒有到那麼甜 我覺得還算好喝啦 我覺得可以講一下我們今天的心得 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發現 今天是 我們去郵票總局 今天是我們第一天 今天是第一天對不對 對 第一天到北韓 對 然後 嗯 剛剛吃的 餐點沒有想像中的糟糕 嗯 沒有很好可是不糟糕 沒有到超糟但是不錯啦 算不錯 不糟糕 對 對就很 你先聊一下平蘭航空好了 OK平蘭航空 那個高麗航空高麗航空 他那個機師開的非常的 戰鬥級的房子 就是左轉右轉都是很大 對很可怕 對 也不會可怕但是很不舒服 有一點很隨心所欲的在看 對對對 對 所以其實是 就是很很猛 很猛 不像我們身上航空那個真的是 飛機開的耳膜 平平 平平安安靜靜的就是這樣落下 對 完全不一樣 然後 今天落地還有發生什麼事 呃 還有機上並沒有素食這回事 所以你剛剛講素食很多人 啊對 我們今天有拍漢堡 對 漢堡 他提供的是漢堡 然後還有提供剛剛這個飲料 對 基本上 北韓 朝鮮人好像不知道什麼是素食 嗯 應該是不知道什麼 因為我剛剛跟導遊說我吃素食 他說蛤 蛤 是不是就這樣子 對然後跟他講不要沖蒜 我想他們好像也是聽不懂 他們可能不知道沖蒜是什麼東西 對 所以在這邊游民航會辛苦一點點 對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剛來什麼之後 我們就去所謂的郵局 郵票總部 去買了 先講那個沿路 沿路上 嗯 沿路上 滿多人的 就是 沒有想像中 我以為是那個 中文人很少 很多都說好的那種 樣板的 對 沒想到其實滿多人的 感覺很多是那種放 下班了 或是放學了 騎腳踏車 然後有 有路人 也都有 都有 對 就是很一般的路人 然後 感覺就是 就是在過生活的 就是你會看到有人騎腳踏車 有小朋友 背著書包走來走去 不是那種 你沒有想像中那種好像 只有農村 刻苦 刻苦農民工業那種感覺 然後路上還是有車子 那種 還是有在動的城市 對 然後有 然後其實現在像 比如說 以前講說柳金飯店很落魄 可是它現在變成一個超大的LED的螢幕 所以其實 而且一下飛機就看得到柳金飯店了 然後 跟我們來的兩個導遊 一個才22歲剛畢業 他還感覺很青春活潑 對 他感覺就是比較涉事衛生 對對對 就還活潑 對我們還笑咪咪的 另外一個就是 監督他的 應該是監督他的 應該是監督他的那個 就感覺 就會 稍微嚴肅一點 可是 我覺得他只是 在裝嚴肅 他事實上並沒有很成功 說實在的 因為我很明顯感覺 是不是他 他想要努力的 笑 不是笑 他是想要努力的裝嚴肅 可是真的很不成功 因為他就不適合 他的臉就沒辦法 不像那個22歲剛畢業的 對啊 剛剛22歲剛畢業的那個導遊 他們兩個都姓 朴 朴 其實就是朴錦慧的朴 對就是 反正是大陸念朴 然後我們台灣都念朴 所以 可是他跟朴錦慧的朴是同一個 我們剛剛還有講到什麼 要說不能換人民幣的 對對對 我們剛剛發現說他們幾乎沒有辦法 找人民幣給我們 尤其是一塊錢的 他們幾乎完全沒辦法找 像我們去那個 我們去買郵票的時候 一開始花了116塊 然後他就直接跟你講 那個 一塊不要了 一塊不要了 所以我們就給他一一五 因為我們沒有一塊錢 然後本來以為是 這個是殺價成功 對 以為是實實上 對 我們剛剛在樓下買 礦泉水 的時候才發現 我們那時候 就是16塊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無法找零 我們想說 靠呀你一塊錢都拿不出來嗎 他就 他就待在那裡 對 他也不想解決 對 他就想說看你怎麼辦 你要怎樣就怎樣 對對對 可是事實上 像這樣一瓶礦泉水 他是賣兩塊的人民幣 對 賣兩塊人民幣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買 還有看到 汽水 我們明天可能才會再來開箱 汽水 像這樣汽水一貫 其實是七塊錢人民幣 好貴 非常貴喔 其實跟台灣 七五四 好啦三十幾塊 大概 有點貴 算很貴 以朝鮮的 消費水分來說 我覺得他那個飲料 真的應該是 純粹賣給觀光客 才會去買 對 就跟我們這種要開箱的工 對對對 所以可能是 我在想他們收到人民幣 應該是馬上 就會被收走了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找 純粹給我們 我是這樣想 我猜啦 我猜是這樣 對 那我們 我們飯店其實還不錯 飯店剛剛有開箱過 對我們開箱過 對 大概就是這樣 他剛才有唱一首阿里郎 然後 然後 其實唱得不錯 阿里郎唱得很好 可是我覺得 很突兀 對 很突兀的說他要唱歌 那就很突然的說他要唱歌 對 就是感覺很 就是很有趣 就是整場面是有點尷尬的 他唱得不錯 然後也有稍微講一下阿里郎的故事 對對對 然後 他22歲了 他的中文沒有那麼好 對 22歲那一個 他的中文很 還是聽不懂 很平 很平阿 不是聽不懂真的是你的問題 其實 真的還好 真的很 他講得很平 但應該說他沒有比較沒有異陽論錯 所以你會聽起來就是 比如說 我們講你好 他就是你好 這樣子 比較類似像這樣子 類似你好 對另外一個就比較像中國人的口音 對對對 另一個那個比較嚴肅 他就比較接近 中國人的口音 中國人的口音 可是他們在介紹都很喜歡說你們中國怎麼樣 可是 其實你算我們 我們不是中國人 對對對 對對對 這一定要強調 你爸不是中國人 你爸爸不是中國人 好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開箱那個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你直接放在哪 因為影片會太長 對 我跟小楊買了很多 事實上是我買了很多 因為我就覺得這販店很無聊 因為我就覺得這販店很無聊 我就覺得這販店 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寫 寫明信片 寫明信片 然後 這是 我們還買了郵票 這個 這個 這郵票好酷喔 我就收到這個郵票的人 一定會 很開心 對 可是這個是要寄到澳洲去的 這應該寄到台灣也可以吧 可以啊 可是 那個要寄到澳洲去的 蛤 寄到台灣的不是長那個樣子 OK 這個我覺得 真的如果收到的人 一定會超級開心 然後他們的就是大概長這樣 等一下我拍一張 可以啊 可以啊 我沒有沒有幫我拍照 有我對焦了 然後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買哪些 我還有買很多 欸 原本這個影片已經很長喔 已經快十分鐘了 快點快點快點 好 沒關係啊 就大概是這樣子啊 隨便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都買這種 社會主義風格 打倒 打倒資產階級 打倒美國 打倒資產 實際上那上面可能寫的是 聖誕快樂 還有新年快樂 之類的 之類的 對 原本還都挑這種風格 看到沒有 可是這個要貼 貼在哪裡啊 不知道 大概在問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 我還想要再買一些 郵票回去 說實在 好 然後 他的郵票也很酷耶 我看看 可是我比較喜歡那個 剛剛貝函的那個 我其實很想要去買他北韓郵票 好啦 北韓那個我們再買好了 OK 好大概就這樣 這是在郵票總局買的 然後我們就買了一堆 這種 什麼 就是有宣傳標語的 嗯 對不對 好啦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好 拜拜 好我們第一天就這樣結束了 拜拜 拜拜